江老師你的看法 我跟林老師的看法不一樣 他不敢講 他不敢講是因為他們要把握 好 今天有人要來踢館了 長輩讓一下小的 我根據那個韓國瑜還有蔡英文 還有這個郭台銘跟柯文哲 各抽了一個籤 這個籤代表國立七月的時候 到底誰會出來競選 到底誰會出來競選 那到底是韓國瑜票比較多 還是郭台銘票比較多 第一個我抽到是韓國瑜的掛像 叫水澤傑 在易經的掛像裡面代表風神斬將 要用破例 代表目前來講的話 韓國瑜跟郭台銘 郭台銘身勢一直高上來 韓國瑜一直低下去 但韓國會不會一直低到底 不會 他們會接到一個黃金交叉期的時候 韓國瑜到底的時候 七月的時候 他會慢慢再往上飄升 那這個掛像顯示 如果七月民調 七月民調 韓國瑜跟郭台銘比的話 從這個掛像來看 應該是韓國瑜顯勝一點點 跟大家來看法是不一樣 韓國瑜顯勝一點點 好 那我們再來看 蔡英文的掛像 蔡英文的掛像叫 折水困 困代表困住的意思 代表說他在國立七月的時候 不管是國民黨或是柯文哲 或是民進黨本身來講的話 蔡英文本身來講 這掛像也是不錯 他的民調會比目前來高一點 就是他們競選完之後 賴清德的因素 蔡英文的民調會慢慢升高 那高到什麼程度 高到來講 應該是跟郭台銘 跟韓國差不多的一個因素 所以代表 小英目前可能會困住 困住代表他人選 不管是選賴清德 蘇珍湯或是鄭文燦 代表困住 他可能還沒做決定 所以等到護手決定之後 才能看到到底能不能選上 那我們再選一個掛像 你覺得護手是關鍵嗎 護手是關鍵 如果蔡英文直接單獨這樣選 我這樣講 如果蔡英文選 蘇珍湯來選的話 大家認為蘇珍湯 搭配蔡英文會選上 我個人不認為 一定是其他的 這個我們下面再講 好 那我們再來看郭台銘的掛像 這個掛像比較特殊一點 這掛像叫天地皮 天地皮的掛像叫虎落線坑 剛好 郭台銘屬老虎的 虎落線坑代表虎落平陽被犬欺 所以符合目前 犬是誰 犬就是國民黨嘛 當然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講說 郭台銘在這一局裡面 他可能目前來講 甚至還可能剛過韓國瑜 但慢慢一兩個禮拜之後 他慢慢升市 會往下跌 那韓國又往上升 那目前來講 七月 七月的名價來講 郭台銘應該是 跟小英的票數差不多 差不多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柯文哲這個掛像叫火山旅 這個火山旅的掛像 我們說能不能選得上 要看一個關鬼謠 但這個掛像沒有關鬼謠 代表兩個意思 代表第一個 柯文哲可能不會出來選 第二個是 柯文哲就算出來選 他也選不上 的掛像 所以我認為說 目前來講 有一種情況是 假設 郭台銘配合韓國會 就是說 國民黨內部 講好的 民調輸的第二個人 當副手 那可能郭台銘 如果韓國瑜是贏的話 韓國會配郭台銘 那應該 國民黨就無贏的 那如果是 郭台銘配韓國瑜來講 也是應該無贏的 什麼啦 正是郭還是正是韓 兩個都會贏 你說兩個人 只要搭在一起 不管誰贈誰負都會贏 對 好 但是 郭台銘會當副手嗎 不一定 他怎麼可能當韓國瑜的副手 不一定啊 就是可能利益交換嘛 利益交換就說很簡單啊 你做一任我做一任啊 一人做一任啊 這都不行的啦 一定可以啦 當初阿輝伯伯也是誠心誠意 要給李永康做第二任啊 你坐上手的時候你就交不出去啦 所以啊 所以關鍵期應該是7月之後 誰出來選之後 明確之後 就可以知道副手搭配誰 今天你要大膽的來這邊講一句 郭台銘如果國民黨初選沒有過 會不會選到底 郭台銘一定會選 他在這場戰役當中不會缺席了 郭台銘應該 郭台銘應該是會搭配 如果郭台銘要硬要選 他可能會搭配王金平 因為王金平在2020年他還有議席 郭王配會不會贏 不一定